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再拍影片谈居住正义 抛社会住宅应该要大力盖大力的补贴租金 不过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新建完工的 公办都更案斯文守善 不敌昨天下午的大雨停车场宛如瀑布 台北市议员更发现盖漏水设宅的厂商 跟之前天花板掉落的桃源羽球场 都是出自同一间营造商之手 外面下大雨室内也滴滴答答下不停 停车场惊剑瀑布谁更直接灌进一楼大厅 这里是柯文哲台北市长任内 自豪的首见公办度跟政绩斯文守善 但诸胡抱怨入住一年四个月 光处理漏水问题就休一年 同样没逢大雨就出状况的还有 电梯天出维修公告229户直升一台电梯可搭 因为豪雨导致电梯天井渗水 这都明轮设宅月租金要价4万多元 柯辟当时更说要撕掉穷人标签 豪华社宅却是这种施工品质 如果有漏水就赶快去修理 当然也要看看是哪个地方漏 反正这个房子都有保固期 讲得如此的轻松 把这些住户的痛苦抛在脑后 完全没有同理心的一个态度 柯文哲对过去社宅问题轻描淡写 如今又被台北市医员发现 斯文守善名论社宅营造商名字很熟悉 去年9月桃源八德国民运动中心羽球场 天花板青钢架塌落 还有完工没多久的北流南基地 发生此专掉落 全台至少六处爆出偷工减料 都是出自同一间营造商之手 我觉得很奇怪 如果一个营造厂飙了那么多 每一个公共工程都发生类似的问题 为什么它还可以从南飙到尾 那漏水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它内部的施工 有可能有偷工减料的问题 市议员逐一条列异常大雨凸显工程品质 让人担忧 而置电营造商 结构前人没有回应 而科匹拼选站在推设在证件 过去自豪震击却被打了折扣 记得黄平杨月达女市面冯浩宇台报道